謝國良一定贏 秋道一號的國民黨基隆市長候選人謝國良 團隊士氣相當的高昂 這一次他為了參選市長 很早就準備了許多讓市民有感的政見 而核心就是打造基隆為亞洲最有愛城市 我們是第一個推出這些讓民眾有感 而且能夠改變基隆 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的一個政策跟方向 所有的施政跟建設跟發展 都是從愛的角度出發 小愛的爸爸我覺得大家應該給他一個機會 其中備受關注的政見 就是年輕人的電動機車 針對政見的裁員哪裡來 謝國良也提出他的論述 未來希望替市府增加裁員 就能夠多多照顧年輕人 有特別提到市政重劃基金 是可以拿來增加開發建設的收入 在開發建設收入充足以後 市府的其他稅入 就可以利用大水庫的概念 來增加社會福利 包括我的電動機車 而在關心通勤組的方面 他認為短期讓公車優化準點 爭取國道客運路線 台鐵直達車 然後未來我要推動更多的直達車 以前我們就有推動過 基隆到南港 還有基隆到八度 然後台北 那未來這直達車就是 在汐止之前我們就用區間車 我覺得要有幾班車 一個小時一班左右 直接可以到南港松山台北 而長期就是增加基隆在地的就業機會 這些對外的聯繫都是不得已的 正本清源我們就是要替基隆在地找到我們的就業 如果你在地沒有就業大家永遠就這樣往外跑 這不是一個長久的解決方案 哪怕是五渡六渡也是基隆的一部分 我們就是要把就業 大量大規模的就業要把它移到基隆來 其實內湖科學園區 大家都知道現在有過於擁擠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說未來如果某些企業能夠從內湖科學園區 發展一個分佈或者是一些移轉到我未來 五渡推動的基隆科學園區 我覺得這個是未來對內科也好 對基隆的就業也有很大的幫助 這個就是未來我會跟辦安市長來合作的一個地方 我想我們也共同希望 我們北北基陶未來城市區的治理 能夠更好一一的落實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